就真是你第一次谈恋爱 嗯 怎么了 就是觉得 你原来的珍贵 你这么好 居然是我第一个发现 我真是太像你了 你大学四年 光看你广场网了 你什么时候捞一个呀 听见你捞过呀 你怎么知道我没中年不捞 这周凯泽呀 他真是个抢手货 周一 一号女孩 胆发展裙 水蛇腰 给他送东西 周三呢 是二号女孩 青春型的 话可多了 这三号女孩 腰筋型 就这两个女孩 跟那个周凯泽在那站着 说了二十分钟的话 你跟周凯泽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他父母同意了吗 答应给你在北京找工作了吗 他知道你以后得带着 你老妈一块生活吗 如果我们俩感情不够深 还没到他离不开我的地 我怎么开口跟他说 我以后要带着你一起生活 那我又有什么资本 让他父母满意 我不傻 这还没怎么着呢 这谈一大堆条件 你女孩是天仙啊 也不怕把你金龟许吓跑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找我 好 谢谢师哥 我给你买了银耳根 你胃不好 别总是喝咖啡 童儿阿姨在我们宿尔楼下 转悠好几天了 她就是想找你说话 那她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我不让 她怕我生气 也怕你生气 怕影响我们两个人 之间的关系 到底您为什么事了 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 她有点着急 她说想找你帮忙 我跟她说了 你就是个学生 能帮上什么忙呀 而且我们两个人 才刚刚开始 你也没跟家里人说 她估计是直接找你 不好意思说吧 我没跟我爸妈提你 不是因为我不重的 咱俩关系 是因为我爸妈 真的不愿意管我这些事 你别多心啊 我什么时候 跟你提过要求 让你带我见你父母 在朋友圈里 关宣我们的关系吗 我想要的 只是我们两个人 纯粹地在一起 只是因为想在一起 我们又往哪儿 怎么这么好 你工作的事找我怎么样了 有什么我能帮着忙的吗 我要发个口红圈 怎么 终于舍得关心了 我怕掉份了 今晚能不能别回家了 要掉这一位房子 查清门口 我有钥匙 我不想在陌生人的床上 而且 这么重要的事 我理解了 终于是 终于抱歉你才会抱歉 你 呀 by bwd6